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佩珍 欢迎收看生活快意同 大家最近睡得好吗 有没有做得甜甜香甜的美梦呢 根据我们台湾睡眠医学会统计 有这个失眠问题的人口高达600万人 那其中有500万人是长期失眠的患者 其实呢睡不好失眠 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是一场噩梦了 根本不用说要睡下去再做噩梦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做噩梦了 我们要找到一个让你好睡的方法 透过呢这个失眠关键50问 我们就可以找出问题所在来做解决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台北荣总 新竹分院精神科医师 刘真伯刘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医师 在这个精神科的领域上面是很多人是因为失眠造成精神问题 还是精神问题然后造成他后来失眠 是事实上这个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科门诊当中 传统大家都以为说精神科可能就是很病的很严重的 或是说有一些怪异幻想妄想这些重症的患者 可是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所谓失眠的患者 他们是属于轻症的部分 但是即使是轻症他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说 哇原来这个是需要看精神科 那甚至是对药物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那导致这个失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在整个门诊上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状况 所以现在去看挂精神科门诊的很多是因为是失眠的关系 因为现在不是有一种有什么睡眠专科啊 是 所以我怎么知道我是要挂哪一科 这到什么情况之下我知道说 其实我这应该是要挂精神科 因为大家对于挂精神科门诊都还是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抗拒嘛 是 是有鉴于此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有睡眠问题的话 那当然还是要先排除 它会不会有一些内科身体生理方面的状态 所以说其实一般还是会先建议从 比如说像家医科啦内科去评估我们的生理的状态 那如果搭配适当的检查 如果说已经排除了 它并没有一些生理方面的疾病 但却觉得很奇怪 不但睡不好又身体很多不舒服 搞了半天 原来失眠相关衍生的问题 其实是有需要精神科的协助 那如果说以我们这边刚好一张图 我们可以稍微来以这个图形做一个讲解 我们健全的这个健康 它是指生理心理跟社会三方面的平衡 今天如果说他生理 比如说他睡不好 睡得很少 可是实际上他是兢兢业业 在赶报告或是在赶气化 所以说他的工作能力 社会能力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他心理上充满着什么 企图心 有自信 热血 热血 想把事情做好 所以即使他好像睡得比较少 我们不会说他失去平衡 可是相反 如果他睡得很多 但是怎么样 工作提不起精神 心理 然后这个精神不济 人也整个看起来垂头丧气 没有这个自信 那我们会说 他即使好像睡眠时速有够 可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整健康的状态 了解 所以这就是这三个方面 都要达到一种平衡才算就对了 是 那你现在发现我们台湾的这个 大部分失眠的原因有哪一些 是真的很严重吗 是 以这个 等于说大家 其实过去对精神科 毕竟有些标签化的一些想法 那但是现在大家对于 精神科的这个接受度也比较高 那我们借用剪图来稍微 说明一下失眠相关的原因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个女生 她好像在想心事 那我们说心事心事 其实她不是用心脏在想 她是怎么样 用脑在想 下一张 我们的脑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 里面有好多个小齿轮可以彼此协调 那如果说协调的好 才可以有效率的运作 所以最重要的是大脑的状态 下一张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人脑的示意图 所以说精神科它不是虚幻的科学 它是专注在脑部功能 那当然脑部功能有睡眠中枢 情绪中枢等等 那如果说其中睡眠中枢发生了问题 就跟失眠有关 所以说我们说失眠的原因 是脑功能发生了失衡的状态 那它是可以 这个一定是可以改善的嘛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是觉得说 我会不会现在如果因为有一点失眠 那吃了这个失眠的这个药 那之后就会一直不断的 叫有依赖性 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 比较难一概而论 因为您提到这个所谓药物的部分 其实药物很多种 那药物里面有这个 这个有症静安眠类的药物 但是也有一些是属于缓和精神 放松的药物 那这些在细节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可以再提到 对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一个 就是说有很多人 他真的就是因为他服用了一些 减重的一些药品 就是减肥药 导致于他就是有一个失眠的后遗症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这样子的这个 我就举例子来说好了 就是前几天 这个有一个年轻小姐来到的门诊 说他失眠 后来我看他拿了一个药 一袋药要给我看 然后我看了那个药说 哇 这一大包药 这一大包药是做什么用 他说这个减肥药 他去找了名医来 我说哇 那这么一大包药 你要吃几天 他说这个 这是我一天的份 不是好几天 一天 我说帮他算一算 我居然一餐要吃了十几颗 我说这到底什么药 有没有药单 他刚好也有药单 我看了看 那当然这边指的 所谓减肥药不是一概而论 因为毕竟是以个案嘛 那但是我看他的药单 我就问他说 你有便秘的困扰吗 他说没有啊 说里面有这个泻药你知道吗 他说哦 这样 我问他说你有代谢方面的问题吗 他说没有啊 我说这里面有新陈代谢科的药 我问他说那你有感冒吗 他说没有啊 我说里面有感冒的药物 那当然我相信医师开立 有他等于说他的秘密配方嘛 那根据他的所谓 采取部分的药物 可是他吃了可能 其中有些成分如果造成 比如说失眠 甚至有人手抖 甚至有人焦虑不安 这个人整个都 他的状态都晚上也睡不着 他又为了这个要搭配 康复中的药物 所以东加西加 没有便秘的吃这些药 没有血糖的问题 吃糖尿病的药物 所以越加越多 但是药物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就问他说 你看起来没那么胖啊 你为什么要减肥 搞了半天 原来他下个月要结婚 下个月要结婚 压力很大 那婚事很多东西 要这个两边父母 家长要协调 原来压力源 是造成他失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许那个减肥药 可能有问题 可能没问题 但他更重要的是 他有一个 很明显的压力源 所以在这边 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 有没有一些 健康的减重方式 我们制作了一些 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 订定 现在就能做的运动习惯 就是不要想说 我明天才能做 是是是 就是马上就要做 立刻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要上节目 没办法直接 我懂 也就是说 不要去设定说 没关系 要不然下个月 那个健身房 有在招收新会员的优惠 我下个月再去加入会员 这样就too late 是不是 就是要现在可以 马上立刻 而且其实马上立刻 我们做了一个部分的运动 但是可以给我们大脑一个错觉 说我正在运动 我现在想到马上就爬两层楼梯 大脑就说好像有运动 我们利用虽然短暂 但是片段频率高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动作 来让我们的大脑进入那个运动的状态 好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有充足的这个 等于说规律的生活 因为这样让我们整个的代谢 生理的代谢能够更有效率 第三个是我们自己煮饭 自己煮饭 因为事实上我们吃饱 是大脑感觉 有一个对美食有满意的感觉 如果说是人家煮好端上来 吃完了 觉得好像还差了一点什么 那如果自己真的煮得很难吃呢 自己煮得很难吃 那应该要多看好的食谱 跟这个美食节目 自己煮得难吃才真的会瘦 就差不多吃了两口 差不多吧 整个就已经没胃口了 是啊 太好吃会一直在吃第二碗 是有可能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大脑也觉得满足了 因为在料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享受这个食材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妈妈 就是每次煮完饭 其实她也吃不太下的原因 对不对 因为真的已经忙完 就已经好像吃几口就已经饱了 是啊 那当然我们说 多重标准看待自己跟他人 怎么说呢 因为有些人 他对于身材的要求 他有刻板印象 觉得好像肥胖 或是身材不够标准 好像就代表着 比如说懒惰啦 不积极啦 甚至有人会说 胖胖的笨笨的 当然不是 我们用不一样的标准 摆脱刻板印象 因为毕竟体态是一个健康的概念 并不是以体重的数字为最后的标准 那当然这个跟第五个有关联 就是其实很多人的饮食失调 乃至于少数闷诊 所看到严重型的像厌食症等等 它其实是跟情绪相关 所以说除了体重 这个食物菜单之外呢 搭配情绪日记 当天的状态 所以我 你的意思是说 我写日记要 就是要写下体重 还要再写情绪 是 这个如果说它搭配起来的话 其实可以提供更多的 我们说切入点 而不是执着 单纯在体重上面 是 所以但是你们有没有 觉得说怎样的情绪 就是这个情绪要怎么样影响到体重 它要非常的就是很多变吗 还是是忧郁啊 还是是哪一种样的 你说的情绪的转变 才是真的会造成体重的改变 是 以这个我们针对这个部分来说 其实因为情绪跟我们的食欲 它是相辅相成 那搭配我们刚刚所提到大脑的状态 因为我们的食欲中枢 事实上也是大脑嘛 那睡眠或是乃至于 刚刚提到的情绪中枢 都是跟脑功能它互为因果 对因为有的人是 他悲伤的时候 他用吃来发泄 但是大部分人实际 他悲伤的时候 他是不想吃东西的 他是失去食欲的 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 其实他是需要量身定做 那这边只是说提供更多的资料 那在协助就医的时候 可以提供医师做参考 了解 所以你要有一个健康的 减重的概念 因为我们节目也是 常常在告诉大家 就是不要执着在那个数字上面 其实应该是看这个整个我们健康检查的 这些所有的相关性 是达到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 但是你知道对于压力大的人 他就是常常自我要求很高 然后他可能对数字也很敏感 对自己也很要求 所以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造成这个失眠 那如果失眠久了 他会对这个本身 自己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其实以失眠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原因 可是它也可以是一个结果 那从脑部功能的角度来切入的话 比如说他失眠本身 在门诊有时候会看到有些病人 他说 这个医生我失眠 我说还有呢 他说没了 我说没了 那你会不会容易头晕头痛 他说会 我说那你会不会容易肩颈僵硬 整个人没精神 他说会 我说你都会 我怎么都没讲 因为他不知道 有些人比如说他容易胸闷 心悸 或是手脚忽冷忽热 有好多好多身体的不舒服 去医院做检查 可能抽了血 或是说看了一些检查报告 医师跟他说 你想太多了 你没有问题 他说 这个没办法 要吃药也没有效 那后来因为失眠的症状 来到门诊 那一问之下发现 其实他衍生的 不管是刚刚提到的 身体方面状态 还有什么 注意力 记忆力 别人跟他讲什么 他都在恍神 讲过就忘 可是让他全身在很紧绷的状态 那恶性循环下去 整个人也闷闷不乐 或是看起来就是 没什么精神 那甚至有一些忧郁 或焦虑的状况 所以他是整个的 等我们说脑功能的一环 没错 真的 你只要一个没睡好 你发现隔天的状况 就会很差 对不对 这大家都是一定有亲身体验 到回来 我们再请教我们的刘医师 告诉我们失眠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生活快一通 我们人一生当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要睡觉 躺在床上要好好的休息 所以品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参眠高买买 然后造成失眠的话 哇这个非常痛苦 身体没有办法休息 精神也没有办法休息 久而久之就会有一些恶性循环的状况 那其实我很好奇 因为大部分 我们对于失眠这个 这两个字 就会觉得它是 好像很常发生的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 一定要去看医生 立刻去看医生 是不会这样子 到底要到多严重 我们才应该要自觉说 我们要去看医生呢 是 其实多严重 还是以这个患者自己的感觉为主 所以如果一个礼拜 我有可能三天睡不好 这样需要看吗 其实不一定要 因为现在看主持人精神异议 谈吐流畅 其实不一定是需要看 但是相反的有些人 很需要看 但是叫他来他不想来 可是他整个的精神状态 对他的工作 火气变得很大 整个人整个压起来 劝他来看 他对于这个 等于就是说 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不愿意来 所以这个东西 还是以主观的感受为主 就是如果说真的影响到 你自己和别人 比如说你 你睡不着 当然不会影响别人 但是你隔天发脾气 就真的影响到别人 这种状况 就差不多可以去看一下 看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 一个疗程的介绍 第一个阶段就是 改善睡眠的时数 是 其实以 是以失眠来说 其实 他本身的 单以失眠的症状来说 我们当然要先把 他的核心症状 睡眠来做一个调整 所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 这个治疗 是针对睡眠本身 比如说睡眠的品质 睡眠的这个熟睡度 或是睡眠的时数 来做一个这个治疗 那这个阶段通常是 有可能是需要以药物来介入 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疗程就对 所以从最一开始 就是先把时数做调整 那可能就是需要吃这个 安眠药吗 以药物来说的话 治疗失眠的药物有很多种 那不只是安眠药 那单以安眠药来说 也是零零种种 十几种以上 所以其实是比较难说 以概而论 但是至少在第一阶段 就生理层面来说 适当的药物是需要的 OK 然后如果说 他真的改善了睡眠时数 就可以来到第二阶段 多安排日间活动 是 那很多患者 他可能因为 生活作息的难以调整 比如说我遇过 这个门诊的这个病人 他说他就是 我们工作同仁 护理人员 三班轮 这个有时候轮到夜班 整个作息也会乱掉 那可能经过适当的治疗之后 第一阶段 有部分的改善 可是问题是 他的整个的作息 是这个一照轮班 所以呢 一直都没办法固定下来 对 所以说变成说 他卡住了 他整个的疗程 一直卡在第一阶段 那他说 那医师难道是 我要换工作吗 当然不是说 马上要换工作 而是说要做 更长期的规划 因为如果说作息 第二阶段 没办法推展的话 那实际上 有的时候 就更难进到第三阶段 减少药物使用的状态 对 因为他如果是工作室 夜间的工作的状态 他都是轮值大夜班 那他当然是在白天睡觉啊 是 那他是 他现在 他的失眠状况 是连白天都睡不着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就是他下班之后 要睡睡不着 因为已经天亮了 对 或是说他本来他睡得着 他本来下班后 比如说他早上八点 本来睡得着 但是后来 发现说 睡不着 本来可以 不能 然后一天两天下来 他晚上上班 精神越来越差 最后是来到门诊求助 了解 是 好 所以这三阶段 是要循序渐进的 但是我相信 大家真的最好奇的 就是说 常常如果去看这个 不管是看这个 睡眠门诊 或是精神科 医师开的药 好像很多 当然有很多种 要针对这个患者 他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暗眠药 我们可以大概 先做一个了解吗 它会不会有一种 就是抗药性 或者是依赖性 就是这些种类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 如果说以单纯 就镇静暗眠类的药物 来说的话 它本身主要是 针对我们的这个大脑 去做一个 抑制性的一个动作 如果说以这张图为例子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的这个 精神医学的角度 都是从脑功能的失衡 来做一个 这个等于说了解 那如果是 以镇静安眠类 这个其实 不是只单一一种药物 它是一大类药物 OK 就有很多医生开的是 这一种镇静安眠药 对不对 其中镇静安眠药 它的功能是在抑制 压制 我们中枢神经的部分 可是实际上 它有其他的药物 针对不同的状态 比如说抗忧郁剂 某些部分 是在提升脑部的血清素 那以精神安定剂 某些部分 是在降低脑部的多巴胺 这些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说医学名词 但最重要的是 它是针对大脑的状态 去做调整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 它如果需要的是 多一点血清素 你光医治中枢神经 这样可能不够 或是说它搞了半天 它其实是怎么样 多巴胺需要降低 结果呢 老是吃安眠药 只有达到抑制的效果 而没有达到 降低多巴胺的效果 是 所以那它怎么 所以医生会怎样判定 它是需要哪一些东西 你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我们要做 等于说一个是从 借由会谈 了解它的状态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要从精神病理上面 去了解它脑部 脑部功能 那脑部功能 其实衍生出来 除了失眠的作息之外 还包括比如说情绪 包括它的思想 思考逻辑等等 那这些部分 当然就是所谓属于 诊断学的部分 对啊 但是一般人 他可能就是因为 可能最近有一种压力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是新娘子 他准备要结婚 所以他压力有点大 他只是这一段时间 他有一点睡不好 是 就是比较前眠 或是失眠 就这一段时间而已 是 这样子他需要吃到抗忧郁剂吗 可能不需要 对啊 所以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去判断说 那他是安眠药就好 还是要这个安定剂 是 因为您刚刚提到 我们就以刚刚那个例子 我们说好了 我们除了评估症状 比如说他很紧张 这个是事件 我们要评估他事件 持续的长度 比如说再一个月 那我们会说 他说明撑过去就好了 可是发现 不是 他其实从 讲好婚约到现在 他已经撑了半年以上 他是撑到撑不住了才来的 那我们会问他说 你是什么撑不住啊 他说 其实他已经 这个 整个火气都已经上来了 已经不是靠单一协调 所以一开始那三个圈圈 他已经有两边都拉掉了 他整个健康状态已经失衡 而且持续一段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他可能 已经有需要到 比较多种药物的治疗 但相对的如果说 没有 他是昨天才吵架 今天 人家叫他来 他就来 只有一两天 不确定要不要再嫁 要不要嫁给他 这种火气上的就不用了 对 这种所谓我们说适应障碍 他只是可能是一时的想法 但是对他的工作啊 生活 或他情绪状态 没有一些很明显的影响 那这时候我们会说 也单纯的这个配方就可以了 了解 因为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饱受那个失眠之苦 他大概有二十年没有睡好了吧 是 对 然后就是永远就是在吃安眠药 后来发现连这个 抗忧郁的这些镇定剂 他都要吃 因为他就是伴随着 他有一点忧郁 好 那这个就是 他时间久了 但是他就变成 他无法不吃药睡着 是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说 一旦你使用了这个安眠药之后 是不是你就会 很习惯性的去依赖它 是 以这个药物来说 它最主要的是 很多病人来到我的门诊 说医师的这个 我吃这个 吃这个按眠药 我们就以按眠药为例子 吃这个按眠药我吃四分之一颗 你说我吃少一点 我不吃就睡不着 可是我一看他的药单 那个是很轻的 那甚至 称不上这个按眠药 只是一个抗焦虑剂 我说 那么微量的差异 那可能是因为他本身 是比较完美主义者 这是一种 典型的 这个患者 这个做事很积极 完美主义 但是 不太敢吃药 另外一种是 医师这个 我又睡不好了 你开给我的眉校 可不可以开多一点 每次来都是说 药不够 甚至提前吃完 这是另外一种 而这两个族群 所谓对于药物的依赖 不太一样 那我们一般来说 是尽量是希望避免 第二个类型 因为第二个类型 就是属于药物容易 越吃越多的类型 对 所以这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生理上瘾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是以 比较口语的方式来介绍 举例来说 吃越多 结果效果却越来越差 之前一开始吃一颗两颗 睡着着 结果现在吃了一把 反而还睡不着 吃越多 效果越来越差 这真的很依赖 是啊 然后第二个是 医师说这样就够了 他说不够 不够 希望一直要求 医师开力 更多的药物 这是常见的 可能造成生理上瘾的 现象之一 第三个是 他吃多了 吃多了 所以日期还没到 就提前 开两个礼拜 他一个礼拜就吃完 第四个是什么 明明是晚上住眠 结果他白天也拿来吃 我说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就是有那么奇怪 第四个是 他不管有吃或没吃 他整个的 我们刚刚讲到 脑部的状况 情绪的状况 整个人的个性 或是整个的 所谓精神的状态 很容易焦躁 很容易发脾气 你怎么上一秒 聊得好好 下一秒整个人就发飙 不管是有吃药 或没吃药 他都会有这些 所谓不同的一个状况 然后整天可能 生活功能 工作都没有了 整天就是在想 我要到哪里去找 更多的药来吃 所以这种就是 很明显就是 生理上的上瘾 所以也有心理上的吗 心理上的上瘾 比较偏重于 刚刚提到的 所谓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说 他可能其实 已经吃了微量 或是说他吃的量 并没有像刚刚所说 越吃越多 或是说 这个剂量越加越重 但他一直执着于说 我今天要旅行 我忘记带药 怎么办 我今天 我接下来旅行 完蛋了 这种有蛮多的 是 对 他就是只要一出门 他想到说 他今天忘了带药 他就整个晚上 已经睡不着 大部分就是 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 是 那当然我们说 心理上的依赖 至少他没有把 他不是真的 吃很多的药 那心理上的依赖 有的时候 我们开个玩笑话 是说 你只要不是吃进去 那就像是一个 这个安心的一个 等于说 一个法宝 备个不用 否则的话 他的焦虑 他的注意力 如果不是放在药上 他也会转到 别的地方去操心 是 这是这个焦虑症患者 很常见的其中 了解 所以其实要 要睡得好 其实是要 心理生理社会 都达到一种 很平衡的状态 是 好 那我们就慢慢待会儿来 抽丝剥茧 看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一夜好梦 欢迎回到生活快一通 继续我们再请教 刘医师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 这个失眠的问题 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当然 如果是逼不得已 没有办法的话 只好就是 使用这个安眠药 或者是 所谓的这个抗忧郁剂 那吃了这些安眠药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是 这个很多 这个患者来门诊 这个都在跟我 就询问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那我就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就是上次 有一个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来 算是老病人来 结果他跟我说 他说 这个医师 我昨天晚上 吃了药之后 结果临时 我儿子在外面 打电话跟我说 请我去接他 那我儿子不知道 我已经吃药了 我想说这个药物 我也很熟悉 也知道了 所以呢 我还是开车去接他 我想说我慢慢开就好 结果怎么样 差点 这个方向盘一边 差点撞到什么 安全导 所以呢 有见于此 我想说 这不是尝试吗 可是显然 显然他不知道 所以我这边 要再三地跟这个 等于说观众朋友们 强调 安全 安眠药 或是症境类的药物 它最大的副作用 就是失睡 就是失睡 那你不是吃这个药 就为了要睡觉 我还要走出去 是啊 怕你再吃饭 先穿着睡 怎么办 这太危险了 更不用说 你还要开车 对不对 所以这应该 不是服作用 失睡不是就是 它的效果 是 所以说 这个很多 这个可事实上 真的很奇怪 就是说明明 是理所当然 对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这样 他真的很离谱 他就是只要 吃了安眠药之后 没有 譬如说没有在 药效发作的时候 去睡觉 他就会变好像 神经病 到处打电话给人家 就是你知道 他就开始 打电话骚扰别人 或是有一种 好像在梦游 还是有幻觉 我不晓得 就是或甚至 他甚至就是 跑出来参加party 然后胡言乱语 回家之后 他根本不知道 他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是 是少数有些 这个不管是药物 或是他本身的状态 那也有听过 很离谱的例子 是说他自己可以 煮泡面 吃完之后 东西也没收 都不知道 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对 他完全不记得 这件事情 对 完全不记得 那一个部分 是所谓药物种类 那另外一个是 搭配这个体质 别人吃一样的药物美食 但他吃了有失 那这个时候 我们转换药物 但是如果说 尽可能的 还是要避免 他相关的危害 了解 所以以我们的这个 最大的危险性 其实就是失睡 很多人说 这个吃了药之后 还不去救寝 不然是躺着 但是还在滑手机 然后呢 迷迷糊糊睡着 没有在这个 寝室睡 在客厅睡 就一起来 要去上厕所啦 然后灯也没开 跌倒风险增加 这对老人家 真的很危险 是 所以说 何移民亮的夜灯 或是说 可能绊脚的物品 这些虽然是细节 可是其实 坦白讲是 比较生活化 比较能够 就是越细微的东西 大家越容易忽略 然后你会觉得说 这不是理所 当然你就是安眠药 你不是就是在 应该要睡觉吗 是 可是你不知道 他在什么场合 吃了这个安眠药 是 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是 然后半夜尿急 爬起时 比如说容易造成 暂时性的 知识性低血压 头一晕 这时候也要肾房跌伤 毕竟是在药物的状况 是 作用之下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细节 本来都以为患者知道 后来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或是说需要不断地提醒 所以在这边 特别提醒大家 了解 所以像 我比较好奇 就是像这个安眠药 他是一吃下去之后 你就会很快地想要睡觉吗 所以这当中 为什么他会想 觉得说他可以 还可以出门 或者是 自己就会觉得 意识很清醒 他不是一吃了 就会很想赶快睡吗 是 以这个药物的种类 当然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单就 单就这个助眠 安眠的药物来说的话 他其实也有分 他作用的效果跟 这个快慢 那原则上 我们一般建议 在这个一般 我这边所推动的 这个治疗的原则 是药物够就好 不要太强 是 很多患者 他期待药物吃了 很想睡 可是其实 最佳的 这个药物的剂量 是他模拟 我们自然的睡法 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一定要看电视 看到很想睡 很想睡 他才勉强赶快冲过去睡 可是事实上 一个是 药效可能已经 发作的时间已经过了 二来是说 他吃了不必要 过重的药物 那如果可以模拟 自然而然的睡着 他的作息正常 搭配就寝前 15分钟到半个小时吃药 吃完药 做一些缓和的作息 就准备乖乖躺好 这样其实才能达到 最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 吃越强的药 后来会变成 越依赖他吗 因为我们 他其实有点像 喝酒的酒量一样 药物够就好 因为很容易 不小心就说 我睡不着 然后又不愿意 从自己生活作息 他或是有一些困难 他无法一下改变 但是他是执着于说 那我就吃多一点 吃多一点之后 久而久之 越来越习惯 刚刚提到的 吃越多 效果却越来越差 他就请医师 开多一点 那有的时候医师 这个跟病人 这个胃教过之后 他可能药物上 做一些调整 但最后一定要避免 进入 越吃越重的程度 没错 因为这是一个 二性的循环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呢 有一些放松的方法 是可以帮助睡眠的 不一定就是 一定要到吃药 这么的 这么的积极的 一种做法 其实有一些动作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 我们放松 是 那我们这边 就先介绍 其中一个 这个肌肉放松法 因为肌肉放松法 它是借由我们 生理层面 外在的 一个肢体的 一个生成放松 来间接或直接的 让我们的脑部 进行到一个 这个安定的状态 是 它的这个过程 有点像是催眠 那我们请主持人 我们就直接 这个就地 就可以开始练习 所以我现在 要躺下来睡吗 不用 不用 我就这样 坐着就好了 没关系 那就是顺着 我的指导语 那不一定要 照完全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先 找一个舒适的场所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等一下 主持人睡着的话 一切是属于 刘医师的功力 就要谢谢他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先做end 好 我要开始练习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是可以 先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呢 调整好我们的坐姿 让我们的坐姿 不管是我们的 这个肩膀 腰部 腿部 都可以在一个 放松的状态之下 可以瞧一个 最舒适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指导语 虽然是简化版 但是我们依序 可以有 一到五个步骤 慢慢的逐步来放松 第一个步骤 把精神注意力 集中在我们的头部 想象我们的头部 进入一个 非常放松的状态 想象我们的头部 从头皮 前额 脸颊 下巴 到颈部 一丝一丝的肌肉 都逐渐的放松开来 这个时候 你觉得很放松 二 这个时候把注意力 集中到你的肩膀 背部 腹部 你感觉 你肩膀 背部 腹部 腹部的肌肉 都一丝一丝的放松下来 你感觉到很放松 三 这时候注意你的呼吸 慢慢的深呼吸 在缓慢 而深沉的呼吸当中 你会觉得越来越放松 你会记住这个放松的感觉 四 把注意力 集中到你的腰部 腿部 跟脚掌 你想象 你想象 你的腰部 腿部 跟脚掌的肌肉 都慢慢的放松下来 你会记住这个放松的感觉 五 你持续进入这个放松的感觉 没有紧张 你感觉 非常放松 这个放松 到一直你眼睛张开之后 都持续的深层放松 好 我们的放松练习到这边 告个段落 其实有点不太想转开眼睛 还真的蛮放松的 是 我真的 我可以想象 它如果是在一个十五分钟 然后在一个很 很舒服自己的环境 家里的一个空间里面 自己卧室 真的是可以放松 是 因为你很专心的在放松这件事情 是 而且它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 催眠的效果 是催眠什么 是放松你没有注意到的部位 其实是这样 对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些部位 是我原本 想要放松的时候 我不会去特别注意到的 我可能 以为一个海浪声 一个持续性的海浪声 可以让我放松 是 或者是我只是想说 赶快睡 赶快睡 可是事实上这些是 不需要的 是 是让自己的身体 每一个部位 去观清它 然后让每一个部位 都慢慢地松掉 是 因为藉由这个指导语 其实那个时候的脑部 它把注意力 关注在我们身体的状态 那事实上其实 这个讲的玄学一点的话 其实它有点在修炼内功的感觉 对 最主要是你要 你要真正进入那个状态 是 你要很专心 你不会又在想别的事情 是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 你说在网站上就可以 可以自己下载这个 韩瑞 韩瑞克森 我刚才我睡着了又忘记了 韩瑞克森肌肉放松法 就可以在家里试试看 是 这一般人 没有什么限制吧 不会说有限制年纪 或者是年 以这个放松法来说 它主要是等于说 国外引进 那之前是由台大的教授 他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我们刚好是借由 这个胃教推广 它本身是老少嫌疑 OK 好 所以待会大家也可以下载试试看 其实还真的蛮放松 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再请教刘医师 怎么样让我们睡得更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呢 跟刘医师要来分享 就是失眠关键五十问 其实找到这个失眠的关键 就可以迎刃而解 针对你的问题对症下药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一个 老少嫌疑的这种肌肉放松法 我们平常就可以试试看 那是如果你长期在失眠的话 那当然就一定要看医生 那是不是呢 针对老人家的话 年纪比较大了 都是天还没亮可能就要醒了 电视开着很好 所以一关掉 哦 醒来 对 针对老人家的失眠 刘医师这边有什么建议 是 其实依据这个 等于说我们这个国内的 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其实与其说老人 不如说大家在借龄退休 或者说退休一段时间 如何在我们的座席上面 做一些调整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整理的一些项目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如果说 当然这个东西是可以 等于是说广泛运用到 各个年龄层 其实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第一个 保持跟社会接触 定期聚会 这其实是很多人 他的这个工作 他觉得说单单看 要靠自己的运动 比如说这个慢跑啦 快走啦 可是实际上呢 有固定的什么 跟社会的接触 其实是可以活化他的大脑 那我们一再强调 脑部的这个活性的状态 平衡的状态 是对睡眠是有帮助的 二 很多人说他工作了一辈子 他好不容易可以 完全不工作 对 可是实际上工作 可以消耗一定的体力 跟注意力 是 不然他怎么样 注意力都放在家里 然后放大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 没错 所以实际上 安排轻量的工作 固定的 甚至带一点点 所谓的责任性 反而可以有助于 他整个作息 能够跟他退休前后 来做一个衔接 是 那第三个 固定的运动习惯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 一起运动的伙伴 因为其实 有越来越多 这个医学的研究说 其实我们人在 彼此谈话 跟接触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说 身体的荷尔蒙 费洛蒙 其实是有一个 良性的一个交流 那这些东西 会建议 能够面对面的 来做一个互动 都有助于脑部的活化 那第四个部分的话 虽然说是钱 可是事实上 钱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说分散投资风险吗 是 那主要还是说 我们不是财经节目 不过 不过主要还是说 就跟你说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 是啊 为什么 因为投资风险 对 投资风险大 赚了 这个亏钱睡不着 可是赚钱呢 也不一定就是睡得更好 这个如果说 注意力全部在 这个所谓金钱上面 患得患失 有 反而有可能 去恶化睡眠的状况 就是在一些耗子 可以看到 那个一些阿公 有没有 在那边很紧张 对不对 涨跌当中 他的情绪也跟着起伏 所以其实不要这样 这样激动 是 那还有筹备 下一段的人生 自己花 要找寻心灵的寄托 是 那主要是说 我们不是单就在 我们睡眠本身 因为睡眠 希望睡得好 是为了得到 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很多人在工作之后 他生活顿失重心 那再加上一些 比如说 亲友 他们可能有 他个别健康的状况 可能伴随一些失落感 所以说 寻找下一阶段的 计划 以及寄托 非常重要 对 这是给这个 一些退休长辈 或者是退休 这些长辈们 其实他们真的 顺 有的是 哇 每天就是到处去玩 有的是 顿时之间失去生活的中心 反而会打乱他原本的生活的脚步 那这些身体状况 身体健康的状况下 当然非常好 有一些是 如果他患有骨刺 他是真的已经身体上有痛苦了 你要叫他怎么样睡好呢 有没有什么建议 是 骨刺是这样 是所谓的退化性的 这个一个病理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讲到开刀 大家都怕 但是如果说 要去做一些复健 或是说 做一些和缓的一些运动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呢 那这边我们还是针对于 如果说骨刺的患者 怎么样来帮助他的睡眠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家具跟寝具 怎么说呢 比如说老人家 他不适合坐太软的椅子 沙发 家里面可能要一些 比较有支撑力 比较硬的 像椅子 那床呢 要针对我们的身体 每根身材不同 软硬要适中 才能达到这个 适当的支撑力 相反的如果说 这个已经变形了 那因为这个 舍不得 所以一直反复使用 就搞了半天 原来是 这个枕头的高度 不对 或是他身材变化之后 这个没有再更换 适合他肩颈 相对高度的寝具 造成他这个睡眠 其实像这个床垫 大概几年要换一次 是 这个部分其实 这你没有负责 这个部分其实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 就是很念旧 他真的是万年床单 以及万年枕头 他这是从来不换的 他只睡很久 这个弹簧疯也不会坏 现在家具都很用 那他就是都不换 那如果说真的不换的话 那可能就要用一些 相对的方式 比如说他可能整套 整个比如说这个床垫 床架没有办法更换 但是比如说在这个 膝关节的保养 那底下可以垫个 后毛巾等等 或是说整个这个枕头 枕筋的一个调整 其实是会有帮助的 好的 那第二个部分 观察他人坐姿站姿 这个是有一个小故事 是说之前 这刚好我因为 这个 这个做运动 这个肩膀拉到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去 这个复健诊所做复健 结果我在这个 复健诊所 注意到说 有些这个老阿嬷 好像这个腰痛 结果呢 我看他一边做复健 一边弯着腰 在那边转过去看报纸 因为那个报纸 放在那个旁边的床上 或是说明明这个 好像脖子不舒服的 那个中年妇女 结果他掉着脖子 然后呢 低头在看手机 所以观察他人坐姿站姿 就可以知道是说 其实要透过观察 才可以了解到 自己的一些知识上面 比如说重心 或是失利方式的 一个细微的差异 这些如果能够 从生活中改善 比我们还要是 花钱吃药啊 打针或是来的 这个效果更好 那另外就是 大家对睡眠的 这个助眠的方法 有很多众说纷纭啊 有人说这个 睡觉前喝一杯温牛奶 热牛奶有助眠的效果 是真的吗 其实说 有的人 他除了喝牛奶之外 有的人会说 他当天去按摩 或是说去刮沙 或是说他当天这个 泡个澡 对 泡个澡 可是问题是 这些方法需要花时间嘛 而且是 不是每一次都有效 也没办法 针对每个人的状况 去做一个统一的效果 所以任何方法 都可以试看看 那我这边强调的是说 有效最重要嘛 那另外的是 不伤身嘛 所以说很多人 会有一个 所以如果你喝牛奶 你真的可以觉得好睡 那你就喝 那有的人喝完就想上厕所 也睡不好 就算了 像我妈妈 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可以提供给观众朋友 她还有我小妹 这是对她们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睡觉前 直接拿书出来看 只要一翻书两个人就 睡着 你什么方法好用 你就用什么方法 每个人不一样嘛 是 对不对 那像我个人 我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说 好像泡个澡 对我来讲 是全身有达到一种 肌肉放松的效果 好 或是冲一下澡 其实是蛮舒服的 看每个人的方法 你的方法 你提供给我们一下吗 我的方法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 这个 专业医师的方法 我们听听看 还是说我睡得很好 对其实睡得很好 其实每天只要躺下去 就睡着 对不对 所以完全没有压力大 或是隔天要录影紧张 睡不着过吗 其实也有 不过那是属于 正常的范围之类 OK 所以说要大家 放轻松 其实天塌下 一定有别人当顶着 不用压力那么大 真的是很长时间的 没有办法用 所以要去需要看医生 平常就让自己开开心心 没有压力 早睡早起是身体好 我也是强调 我们尽量早睡一点 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吗 就祝大家今天睡得很好 做好梦哦 今天非常谢谢医生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生活快一通 下一期见 拜拜 谢谢刘医师 谢谢你